为什么耶稣能够被高举放在最中间我们整个信仰,基督信仰的中心点? 为什么?因为他顺服自使 你越来越像耶稣,写了耶稣的顺服 他本是上帝,他本是上帝儿子的形象 他本是有荣和富贵与权柄荣耀 但他不以此为同夺,他将被以至于死,却死在实际上顺服自使 圣经讲,顺服才是真正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标准 成熟的标准,可以听你讲,阿们吗? 所以我讲怕了,我很怕那些人,我奔上帝罢了 谁知道啊,我都没有看到上帝,你也看不到上帝 你跟上帝罢了,你没有跟人的,你跟上帝罢了 你的顺服不要只是嘴巴而已 你的顺服要有对象 如果人看到的人,你都不能够顺服 你讲顺服没有看见的神 这个是我很大的疑问 我不是批评论断,我告诉你是真的 我 麦格牧师 我顺服 别人 第一位牧师13年 我麦格牧师 在第二间教会顺服牧师8年 有对象的 所以我 跟你讲 我有资格跟你讲 我有资格跟你讲,怎麽叫顺服 来 所以他有对象 不要是说 哦 你这个叫你 你爽,你喜欢就好 这不叫顺服 顺服没有 这样的顺服没有难度 不只要顺,还要服 很多东西有时候 不一定是认同的嘛,对吗 我做的东西你100%认同吗 不一定认同的嘛 顺服咯 谁教我是你的牧师 要不然你就换别的教呦 哇,不是烂西咯 不是这样讲的 不是这样讲的 学习顺服是要有对象的 我感谢神啊 你愿意顺服在我的牧羊底下 这是 看到我 你是我的国子 同时我也 看到你的成长 这是大家皆大欢喜的事情 对吗 你做 如果 如果我已经做我的部分 你要做你的部分 对吗 我做我的部分来牧羊你 你做你的部分来顺服 就这麽简单吧 有难吗 难在那里 难在面子咯 难在骄傲咯 难在你的那个自我咯 难在很多很多了 你继续想想就对了 OK 这些时间